都说是康熙盛世 天下太平 可各省报上来的土地 一年年减少 税收也一年年递减 儿臣在下面见到的 和黄阿玛说的一样 坐坐坐 坐就说话 那些有钱的士绅人家 仗着免税拼命买地 小户人家因为人多地少 付不起丁税 也就甘愿建价卖了田土 当他们的店户 这样一来 土地年年兼并 贫富日益不均 而国家的税收呢 却是年年减少 今次一闭 朝廷已不堪其忧 你能看到这个弊端 说明你肯用心思 其实 朕何尝不清楚 朕几次想丈量全国的土地 按土地拿碎 可以缓冲一下 可层层报上来的数字 都是假的 而京城里头的官呢 弄得不到国库去借债的 反倒成了不合时宜 人太多了 事不好办 朕 这么多儿子 就没有一个愿意 承担追款的差事 儿臣愿意办理 追笔欠款的差事 好 只要对朝廷有利 对我大清的江山设计有利 儿臣大不了做个孤臣就是了 好 有个做孤臣的心思 就没有办不好的事 听说你这次从江南 就带了个孤臣来 要说孤臣 田文静确实是个孤臣 这个人心里只有朝廷 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势 儿臣保举他为追笔欠款的帮办 请花马恩准 好 依你 田文静 帮同办筛 这 十三阿哥印祥 这次随同儿臣前去赈灾休和 功不可没 儿臣恳请皇阿玛 一是降旨保奖 二是让他帮同办理 追笔欠款的差事 印祥就不要参与这个事了 也不必过多褒奖 印祥为什么不能褒奖 为什么不能担当这个差事 请花马明示 你真想知道 儿臣想知道 因为真想让你做一个真正的孤臣 立志清明的并更儿在于结党 官员之间或为袍责或为裙带 自然会公私不分 所以在康熙眼里孤臣难得 对于明君英主来说 这是朝廷的栋梁 对此 在为十三阿哥表公时 进一步突出了孤臣的重点 康熙希望司阿哥成为一心卫公 做个没有派系的孤臣 明白吗 儿臣明白 好 明天就进驻户部 追缴酷炎 四弟留步 二哥 免了免了 咱们兄弟不必拘礼 怎么样 见着黄阿玛了吗 这追比户部欠款的差事 是二哥举荐你的呀 多谢二哥栽肥 这差事我接了 好业的 我呀还想到你家跟你去聊聊呢 怕你有什么顾虑 这下可好了 老四啊 这差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只有在黄阿玛面前 推举我的铁杆兄弟 我的心里才踏实些 你放心 你有什么难处啊 我会照应你的 你就放开手脚干吧 二哥 对了 我这儿啊 还有几个人的名单 这几个人借的钱啊 你给他们缓一缓 身为储君 这眼界太小了 别的不说 老四追账 再怎么说 也是为了太子的未来利益 不帮把守 他反而带头添乱 真是昏庸无能 看给四爷气的脸都红了 看给四爷气的脸都红了 不带着 由布军统领衙门捉拿追败 绝不孤单 怎么不能多 可以帮忙 都不帮忙 还要给你帮忙 都不愿意 我可以帮忙 参见四王爷 起来吧 谢王爷 大家都知道了 皇上派了我追笔库银的差事 我想你们心里都清楚 这个差事不好当 俗话说 借钱容易还钱难 站着借钱跪着讨债 倘若跪着就能把钱讨回来 我现在宁愿给大家归下 也许有人在想 借银子的人那么多 都能一一还情吗 别人没还我还了岂不冤枉 那我就告诉你们 这次不管是谁 无论他借了多少钱都得还 而且都要在现金内还情 没有钱 卖房子当产也得还 田大人 在 从现在起 各位皇子王公的欠款 有我追缴 王公以下众官员的欠款 有你追缴 折 来啊 在 请魏东亭大人和陈文盛大人上堂回话 魏大人 魏大人病了 告假 陈大人年事已高 行走不便 托我带来把他欠的一两银子 第一天宣旨就托过不到 分明是藐视圣上对抗朝廷 李大人 请步兵衙们派人去传 再不来就押来回话 来啊 在 天大人有命 差你们去传 魏东亭魏大人 陈文盛陈大人 叫二位大人即刻到此 要不然 天大人可要下令拿人了 喳 下来 这点 怎么开刀 魏东亭大人 陈文盛大人传道 请问田大人 你是哪一科出身啊 惭愧 晚生未曾中过科甲 田大人可知道 老夫是哪一科出身啊 道要请教 那我就告诉你 我是康熙三年 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基地 是天子门生 你一个奸生出身的人 小人得志 便飞扬跋扈 目中无人 竟敢叫顺天府的差异 来传我 雍王爷在哪里 和雍王爷讲话 别别别别 老官混子陈文盛 借一两银子 做太惺惺 表子排方都想要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歪风邪气 着实可恶 一登场 他便以老卖老 声势逼人 可惜他碰上了田文静 田文静揭露 谴责陈文盛的动机 思想 用心 犀利地杀人诛心 大快人心 持阿哥挥霍无度 大兴土木 二百万盖细娄子 还耿着脖子来断 承咬金逻辑 儿子花老子的钱 不用还 这哥们豪横地理直气壮 这两人虽一起背传 但龙科多是富贤 马国成是在任 马国成也是大二个联谊会成员 便则往脖子上一绕 熊啾啾地登上舞台 就是开始一番国粹输出 他这个草莽风格 若不是冷面王及时赶到 田文静还真是不好使 里边 里边 三哥 没想到暗地里你有这么大的手笔啊 人人都说我黄三子 养着文人青客 吟风弄月 可谁又想着为我大清国 留一点经国之大典 不朽之盛事呢 三哥 你借国库的三十万两银子 都是用来编书了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 三哥 借国债助运书 恐怕与国际民生 避意不大 照四爷的话说 那苍急造字也是多此一举咯 义佛 你怎么如此对四爷说话 三爷 您知道 要不是四爷 我这话还懒得说呢 你 老四啊 文人吧 不要和他们一边见识 我哪有心思生这门子嫌弃啊 三哥 不是我不通融 您这借的国债不还 其他人就会借着大水打飘 国库里上千万欠银追不回来 我的差事砸了无所谓 黄阿玛这个家难当啊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把书停了 把人都遣散 凑钱 还债 让你交差就是了 处处吃扁的四爷没想到的是 三阿哥会雪中送炭 当众归还三十万借款 为他稳住场面 当然了 三阿哥的还款是康熙暗中操作 意在带头表率 真可谓是打虎还得亲兄弟 上阵需叫父子兵 您准备用 您可以转电话 请查一下